按下这个按钮你将被扣出一万块 但你的卧室将每天刷新一个已经灭绝的生物 我第一反应这不是发了吗 但万一弄个恐龙啥的比我卧室大怎么办 不管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果断一下按钮 第一天会刷新什么出来呢 晚上十二点到了 一道白光闪了 什么也没刷新 难道还有透明的生物 或者说器材生物 这太扯了 没有就没有了 我直接把卧室门锁上就去客厅睡觉了 第二天我去买了一堆护具 还有电机棒和弓箭 万一刷出什么猛兽再给我一口 我也犯不上了 又到了接近晚上十二点 我早早守在卧室门口 白光闪过 一只大嘴鸟出现在我的床上 这是个肚子鸟 果然是已经灭绝的生物 我摸着肚子鸟的羽毛 明天我就卖了它 不行 这玩意儿流通到市场上 我还说不清来源 估计得牢底坐穿了 不如咱咱一起卖 我喊了几个朋友 大家一起发财 也好有个帮手 第三天刷新出一只剑汁 还好我们准备了大网子 和麻醉人发射器 才制服这个大牙老虎 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发家致富的笑容 第四天晚上到了 白光闪过 一个光头男人 对对着我们站在了我的床上 真是个傻 无待人吗 为什么身上这么光滑 一点毛都没有 男人转过身来 脸上没有任何五腕 只有一道从脱到肚子的 血红色大口子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牙 卧槽这是啥 小伙伴们都吓懵了 我赶紧拿起麻醉枪打过去 怪物发出笑声向我走来 我大喊别懵逼了 干啊 眼看麻醉枪也没有用 小伙伴们抡起托把 棍子却被怪物肚子上的嘴 一口就咬碎 险些连胳膊一袭咬掉 我抓起现代复活宫 狠狠一箭射穿了这祸的脑袋 惊险过后我们感到一阵后怕 这也是地球上的生物吗 从来没见过这种恐怖东西 我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地球上有太多未解之谜 这些奇怪东西一定也远远不止这一种 第二天我吩咐小伙伴找到之前的渠道 把剑尸虎和嘟嘟鸟卖了1.2个亿 我们打算武装自己 应对接下来的灭绝生物 一通采购 AK 烹火器 防爆服 RPG 手雷等一应俱全 尖刺路障 水泥带也不满楼的客厅 又是一天晚上 会发现什么出来呢